中央央行公布的2021年消費者金融素養調查分析報告顯示 在第14萬份成年受訪者的樣本數據中 有56.4%的受訪者表示近兩年內沒有儲蓄 其中年輕人所佔的比例高於中年人 報導稱 城鎮儲蓄客戶的調查問卷發現對收入的感受發生了變化 第三季度城鎮儲蓄客戶對待儲蓄、消費和投資的態度發生了轉變 傾向於更多儲蓄的居民佔50.8% 比上一季增加1.4% 傾向於更多消費的居民佔24.1% 比上一季減少1% 傾向於更多投資的居民佔25.1% 比上一季減少0.4% 也就是說儲蓄意願上升、投資和消費意願相減 發名陳亮在重慶從事醫療產業的人士向大紀元表示 物價上升加上賺錢越來越難 影響到儲蓄投資 面對未來經濟前景 發名鄭玉在廣東重事農業產銷的人士表示比較悲觀 因為許多事物短期內不會改善 發名汪濤的上海市民說 對未來感到很茫然 雖然到處紅旗飄飄 但是老百姓在街上行走都是沒精打彩 到處都是失業人士 物價還上升 老百姓過了今天也不知道明天怎樣 好像今天我接到朋友消息湖南豬州的 前幾天人還好地地 突然躺下人就死了 感覺很悲哀 陳亮說對中國未來的經濟前景 大家都不樂觀 越低層的人就越關注目前 對未來更選擇駝鳥政策 這個人是在南豪市場上 發色的尾聲 在南豪市場上 也有運氣 在南豪市場上 只會有一點 有心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